手游哭玩 使用红辣椒的话 感觉用处不大 因为中间的空间 有局限性啊 会挡住我们辣椒的发射过程 使用独角兽快速消除 哎 非常不错 最后三个肯定是一样的 因为一旦剩三个的话 它还不一样 那么最后剩一个 它将去哪里呢 这一关我们必须要红辣椒 把人物顶出来 因为整体还是比较难的 这一关 所以说道具在后期 就非常的重要了 成功过关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哭玩 这一关就四波 就看辣椒攻击的得不得当 如果不得当 我们可以使用独角兽来帮忙 现在在某些特定关卡 独角兽的使用频率 也基本上跟火箭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道具的生产 还是要看我们完成关卡 获得钥匙升级的情况 定期去收集一下 还是有好处的 进入彩虹传统门 来到地图的另一边 哎呀又回去了 这是真坑 好的全部消除 你要注意 这一关还有后面的小关呢 所以说不要再部署 把这个位置都浪费掉了 好 他过来了 完美消除 然后这边的话剩下金结猫 他竟然又出去了 这个位置站的真是文准很 金结来到了最后一关 漂亮 成功消除 中间的红辣椒也出现了 迅猛突击 这个辣椒的攻击并不是很理想 还剩下四步 也是比较危险的 好 这边完成 然后我们把狗本移到这边 哎 步数差不多 刚好够用啊 那么这个游戏 我给出的是四星评价 中等偏上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成功过关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见 请订阅手游戏